社區大樓九樓不斷冒出火蛇黑煙 消防局破爆立即拉水線全力灌救 警銷趕緊疏散民眾 來到一樓安全地點避難 新一區港都傳奇社區 4號下午5點左右發生火警 一度傳出有人受困 警銷除了進到屋內搜索 也疏散30名住戶 我們是立刻派遣人員 進行路線的火勢撲滅 以及人命搜救 那初步估計內部 我們疏散一共大概疏散二三十人 那內部也沒有人員受困 大概在4點40分的時候 就是有火蛇串鎖 因為有附近的居民 就是傳訊息就說 這邊港都傳奇社區 現在有火勢 然後還蠻兇猛的 那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在醫師聽 聽到這消息就趕緊過來到現場 然後那時候已經火覆滅了 幸好是屋內沒有人 幸好經過確認和再度的搜索 年脈的長者不在家 不過火勢傳出的濃煙太大 還是有兩人輕微嗆傷 金融市長謝國良得知 也從議會趕過來 關心火災情況 總是不幸中的大幸事 沒有發生任何的人員傷亡 但是影響到周邊的住戶 尤其這個地區的空氣品質 有稍微影響一下 不過我們還是以人員的安全為優先 那另外我也詢問了一下安置的部分 好像安置他可以住在他的親戚家 我們初步判斷可能發生的原因 應該是電器的因素 那可能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是靠近客廳跟陽台的部分 所以一爆案的時候 我們一到現場就有發現 大量的農業跟火勢冒出 那因為一開始有聽到說 可能裡面有一位老年人 所以我們其實是還蠻緊張的 不過我們很迅速的 從樓梯布線到九樓進行搶救 大概30分鐘就把火勢撲滅了 那燒面積大概是比方公式 事後警消進入燒焦的屋內 也調查起火原因 屋主外出上班躲過一劫 沒人受傷 算是不幸中大幸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